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读的这个故事叫做《游递员小熊》 小熊正在写信 一封,两封,三封 小熊然后走到外面去寄信 谁会住在这棵树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 是小松鼠,它正在吃东西呢 我们来数一数,还剩几封信吧 一,二,九两封 有人住在这个池塘里,会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看 是谁呢? 是青蛙 青蛙正在读报纸 只有一封信了,这封信是给谁的呢? 有人做了一个小土堆 是谁,是谁住在这扇门的后面呢? 是鼹鼠 鼹鼠正在扫地 信里面有什么呢? 一,二,三 我们来打开其中的一封,看一看吧 信的署名写着小熊 来我的派对 小熊正在厨房里 他在做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烤箱里面有什么 是面包吗? 不是 是什么呢? 看起来像是蛋糕 有人在敲门 一,二,三 小熊去开门 谁会在门外呢? 谁会在门外呢? 鼹鼠 有 松鼠 还有 青蛙 他们各拿着一份礼物 对着小熊说 生日快乐 我们下次见 拜拜